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新闻的或者看经济新闻啊 不能看娱乐新闻 看娱乐新闻没啥用啊 看经济新闻的同学应该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市场经济由市场机制 由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 也就是市场机制呢 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或者说主导作用 好 既然市场经济当中资源的配置 由市场机制来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政府还要干预经济 干预经济其实就是干预资源配置 这里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块内容呢 书上没有涉及 而且呢 它应该是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但是呢 它是我们学习本章的一个基础 所以大家还是得好好听 别看老师是在题目这讲 以为讲的是废话不是啊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章呢 它虽然也是啊 在我们本书介绍的都是宏观经济学嘛 但是这一章第一节里面的内容 第一个知识点里面的内容 它应该啊 就是大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好 那老师这里讲一下啊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 资源配置 市场机制通过什么呢 通过价格 所谓的市场机制就是供给和需求 共同啊 这个啊 这个什么呀啊 供给和需求呢 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供给者希望价格高一点 需求者希望价格低一点啊 然后他们两个这样博弈得到的价格啊 就是双方都啊 接受的一个价格 通过这个价格呢 来对资源进行配置 资源包括什么 我在第一章的时候说过了 包括劳动力啊 土地啊 还有资本呀 企业家才能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以劳动力和资本为例来说 价格是怎么对资源进行配置的 所谓的配置就是什么呀 引导这些资源流向哪个区域 或者是哪个行业啊 再往昔了说流向哪个企业啊 那就取决于什么呀 取决于价格的高低呗 你比如说对于劳动力来说 它的价格是什么呀 是工资 对于资本来说 它的价格是什么 是利息 大家想一想 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想找一个什么呀 工资高的岗位呗 然后有的人说 我找工作呀 我不在乎现在的工资 我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 未来的发展前景 不就是你未来的工资高低吗 就是说到底就是什么呀 就是工资 或者说钱 有点酥啊 好 所以呢 最终就取决于工资的高低 你比如说毕业的时候 你有几个offer 然后你就要衡量一下 哪个给的工资高 然后哪个有发展前景 那你肯定就选择哪一个 你肯定不会选那个说 现在给我工资也低 然后将来呢 看来也没什么发展前途的 基本上不会选这样的啊 那么银行呢 它有闲钱的话 它借给哪个企业 取决于什么呀 企业给的利息的高低 所以市场机制呢 它通过价格来对资源进行配置 在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 或者说不同区域呢 进行配置 使这些资源各就各位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然后创造出最多的财富 最多的财富 这种情况下呢 市场它就是有效率的 这个我们在第一节会详细讲啊 市场就就是有效率的 老师刚才讲的这个 它属于什么呀 它属于理论上的 理论上来讲呢 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 都是有效率的 但是在实际当中呢 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有可能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对资源进行调配呢 或者说配置呢 并没有创造出最大的财富 那这样的话 这些资源是不是就有浪费啊 你现在有些劳动力 他在岗位上 他其实一天到头就喝点茶叶 看个报纸 根本没有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来 那这种情况下市场就得兵了 就是没有效率了 好 这时候就需要什么呀 政府出手了 政府啊 这个我们通常叫它什么呀 看得见的手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呀 看成是市场的医生 那么医生要给病人治病 得有工具吧 这个工具就是什么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这个逻辑跟关系啊 你不用去背 但是你脑子里得有 你得清楚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面呢 我们还是会涉及到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内容 本章呢 一共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是财政学的一般原理 介绍了市场失灵 所谓的市场失灵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啊 就是市场机制通过价格 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呢 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 就是没有创造出最多的财富来 使得这些资源 或者说生产要素呢 有浪费 好 他失灵了 就需要什么呀 政府这个医生来干预 但是呢 医生给病人治病 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都能治好啊 所以就存在什么呀 政府干预失效 好 第二个知识点呢 介绍了财政的职能 财政的职能呢 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一章的第三节当中的知识点 就是财政政策和他的目标啊 财政政策与目标 那么在那里呢 讲了六个职能 但是这里啊 他只是采取了这六个职能当中的前三个 那大家呢 把这三个职能呢 和我们第一章啊 这里讲的这六个职能啊 当时讲前三个职能的时候 老师也是详细的讲了 对比这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所以重点在哪 在第一个知识点 好 既然啊 政府呢 他干预市场要用到财政政策 我们就得知道财政是什么吧 财政呢 他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好 所以整个第二节呢 介绍的就是财政是什么 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两个知识点是围绕财政收入来的 两个知识点围绕财政支出来的 第三节就介绍财政政策这个工具了 包括财政政策的类型 好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 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 和相继抉择的财政政策及其运作原理 这个内在稳定器和相继抉择的财政政策呢 它是属于什么呀 它是属于财政政策对立的两个分类 就是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 非常重要 好 财政政策的几出效应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财政政策呢 它也有一些副作用 那么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 医生要给我们治病 给我们用药 把我们的病治好了 但实际上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副作用的 那么财政政策呢 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 就是几出效应 好 这就是本章的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考试当中呢 本章的分值是五到六分左右 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 一般来说呢 就是一至两个单选题 两个多选题 然后本章的内容是很多的 单看教材的话 有三十多页 而且呢 这三十多页当中 其实废话比较少 也就是什么呀 可考点特别多 另外通过研究历年真题 发现本章在考试的时候呢 它考的挺细的 像那种大分类的 它考的比较少 你比如说 公共物品分为什么呢 纯公共物品 准公物品 这种一般不考 它考的是什么呀 纯公共物品 包含什么 就是我们书上举的例子 纯公物品包括什么国防呀 什么治安呀 那准公物品包含什么 它考这样的例子 在很多考试当中 一般例子呢 都是为了理解原理的 但是咱们这个考试当中 例子它就是个考点 基于内容多 然后出题量又少 所以呢 历年真题重复度比较小 在这些特点的加持下呢 就是说明什么呀 咱们本章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大家来说 学习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跟着老师呢 一点一点把它抠明白 然后把重要的考点给抓出来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 财政学的一般原理 首先看两个概念 财政呢 是政府的收支活动及其管理 财政学分析 政府如何为满足公共需要 而筹集使用和管理资金 所以也称为啊 这个公共部门经济学 或者是公共经济学 啊 其实财政学就是什么呀 研究财政的学科呗 那我们就一块来解释了啊 财政呢 它是政府的收支活动 也就是包括收入和支出 这个支出就是政府 他花钱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你比如说企业花钱 它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 政府花钱 也就是政府支出 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 你比如说保护全体老百姓的安全 要建立国防吧 啊 维护社会治安 得建立什么呀 啊 这个公安队伍吧 这些都得花钱呀 啊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 去结婚领个证 离婚领个证等 都得有相应的公务员 给我们提供服务吧 啊 那么是不是都得需要政府来花钱呀 啊 得给公务员发工资呀 另外哎那个什么结婚大厅 离婚大厅 他也占地儿啊 那这个地儿建起来也得花钱呀 所以呢 政府花钱 他主要是为了满足咱们全体老百姓 也就是公共的需要 啊 他政府呢 他又跟企业不一样 他自己不创造利润 那这个钱从哪来呀 就是从税收或者是行政收费这些获得收入 那这个收入呢 就叫财政收入啊 好 也就是说政府的钱呀 他是取之于民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啊 筹集使用和管理这些资金 目的就是什么呀 为老百姓服务 所以财政呢 简单来说就是 政府他把钱从老百姓 或说从企业那里啊 拿过来 然后再用到老百姓身上去 或说用到企业身上去 所以他也叫公共部门经济学 这里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呢 其实我们就对应什么呀 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就可以理解为是政府部门 然后对应的私人部门呢 就包括什么呀 居民和企业 我们在第一章讲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 这里我们不讨论对外啊 贸易什么的啊 那这时候 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体就包括 居民企业和政府 那政府呢 叫公共部门 这两个就叫什么呀 私人部门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因为我后面要讲的时候呢 讲到相关知识的时候 是会涉及到的 没办法 咱们这个 教材在编的时候呢 就是缺失了很多的 这个背景知识 或者说缺失了很多 就是前提知识啊 需要老师去给你补 那老师给你补的时候呢 你也要注意一下 我给你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啊 能把这些联系度不是那么紧的 结论性内容呢 给它啊 从逻辑上理通 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好的记忆 虽然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的就是书上的原文 但是如果你理不通的话 你记起来是很枯燥的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失效 市场失灵前提是什么呀 市场它是不失灵的 市场不失灵 如果不失灵的状态满足不了 那么就是什么呀 市场失灵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市场不失灵是什么样子 所谓的市场不失灵呢 指的就是市场效率啊 市场不失灵啊 应该是咱们老百姓的口头语 那咱啊 这个经济学上叫什么呀 叫市场效率啊 市场效率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内容啊 市场呢 是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 我在本章开始的时候说过吧 市场通过价格来对资源进行配置 理论上完全靠市场机制 其实也就是价格机制啊 这只看不见的手 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也就是把各种资源 什么劳动力呀 土地呀 资本呀 协家才能等啊 都给它安排到各自合适的位置上 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或者说作用 然后为社会创造出最多的财富来 理论上是可以的 这里也说了理论上啊 但实际当中就很难做到了 所以才存在市场失灵啊 那我们还是先把市场效率讲完啊 市场效率呢 是指在完全竞争状态下 所达到的帕雷托效率啊 这里要注意市场效率 它必须是在什么呀 完全竞争状态下 这是市场有效率的一个前提假设条件 考试的时候如果问你啊 市场要达到帕雷托效率 其实也就是要达到最优 对资源的一个最优配置 那么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是完全竞争状态 所谓的完全竞争状态就是 这个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 大家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啊 市场上有无数的买方卖方啊 然后呃这个卖方呢也就是企业 他所生产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因此呢他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啊 好 然后市场上单一的一个消费者 或者说一个厂商对价格啊 或者说对整个市场呢都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都是被动的接受市场的安排啊 另外呢 整个市场的信息是完全流通的 那么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呢 也就意味着市场上的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企业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都是最理性最好的一个决定啊 这是完全竞争状态的含义 当然这个就是老师也是给你补充一下啊 因为我后面讲到这个垄断的时候呢 就会对这些假设条件推翻啊 当然你也不用背啊 也不用去记 你就跟着老师过一下就行了 脑子里大约知道有什么事啊 好 所达到的帕雷托效率 这个帕雷托效率啊 有同学就晕了 这也太拗口了 这啥意思呀 这里我说一下啊 这个帕雷托 他是一个什么呀 经济学家 他发现了这个规律 所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帕雷托效率 其实就是市场效率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帕雷托效率的定义 它是指 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达到使一个人的近况变好 而不实 这里应该是啊 而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结果 我就不停下来给大家改了一改 这个 这个这个 讲课的状态就打断了啊 就直接给大家写一下 而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结果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农业国 它只有十个人 或者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都行啊 我们这里说就十个人 这十个人呢 他是种什么呀 种小麦 好 这十个人呢 要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安排 也就是对资源进行配置 这十个人不就是十个劳动力吗 好 假设这十个人呢 有三个人是耕种 种小麦的话 得先耕种吧 种上以后呢 得管理吧 我们说有这个四个人吧 四个人来管理 还有什么呀 三个人收 就是求收 好 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源配置呢 可以一年呢 生产 比如说是一万斤粮食 如果对这十个人 他们的工种进行重新安排的话 比如说四个人耕种 三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或者是任何的 其他的一个重新排列组合 都不可能产生 比一万斤粮食更多 你说其他的一个排列组合呢 可能产生产九千九百斤 或者是九千九百九十斤 就是不会超过一万斤 那么这个 劳动力的一个安排 也就是这个资源的配置呢 就是达到了帕雷托效率 好 然后再来看帕雷托改进 帕雷托改进呢 是指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达到使一个人的近况变好 而不是其他人的近况变坏的结果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呢 这十个人呀 三个人耕种 四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能够收一万斤的粮食 如果把这十个人 重新给他配置一下 比如说五个人耕种 精耕细作 然后呢 两个人管理就够了 然后三个人求收 在这种情况下呢 能收多少 一万零 这个多少 一万零一斤粮食吧 也就是比三个人耕种 四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多收一斤粮食 那么就说明 原先这种状态啊 就三个人耕种 四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这种资源配置呢 它不合理 存在改进的空间 改成啥呢 改成五个人供种 两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能多收一斤粮食 也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 那么原先的这种资源配置 就是三个人耕种 四个人管理 三个人求收 这种资源配置呢 叫什么呀 存在 帕雷托改进的空间 好 这就是帕雷托效率 和帕雷托改进 那么 考试的时候 不会考例子 考的是啥呢 考的是这两个定义 咋考呢 这两个定义特别爱考 就是放在选项当中 比如说 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达到使一个人的近况变好 而不是其他人的近况 变坏的结果是什么呀 是帕雷托效率 也就是资源配置 达到最好的状态了 这种资源配置呢 能够产生的财富呢 已经达到最大化了 这个叫做帕雷托效率 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达到使一个人的近况变好 而不是其他人的近况变坏呢 这个叫做帕雷托改进 也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资源配置呀 不是没有达到最优状态 给它调整一下呢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 这个叫存在帕雷托改进 考试的时候啊 就爱考这两个定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帕雷托效率 和帕雷托改进的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实现 帕雷托改进 那么它的福利就可以分进 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吗 那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对于这十个人来说就最好了 你看原先 大家呢 一人平均一年100基因粮食 如果变成这个的话 一年就平均100点 多少多少基因粮食啊 可以除一下 100点是不是25基因粮食 再自己算一下吧 但是这个 虽然不多 但是也增进了嘛 就可以使社会福利得到增进 如果社会福利 已经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说明资源配置 已经实现帕雷托效率 好 简单来说呢 就是如果达到了帕雷托效率 就不存在改进的空间了 人家已经是最好了 比如说老师今天化的这个妆 已经达到老师颜值的顶峰了 不存在改进的空间了 那么这时候就实现了帕雷托效率 你想给我改进 没有空间了 不存在改进 如果说 老师今天这个妆呀 看着好丑啊 可以再通过什么 这个叫什么 眼线化的浓一点呀 嘴唇涂的红一点呀 让颜值更高 那说明老师今天这个妆 没有达到帕雷托效率 而存在帕雷托改进 所以帕雷托改进和帕雷托效率 它不能什么呀 不能存在于同一种场景 只要存在改进 就没有达到效率 只要达到了效率 就不存在改进 好 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两个概念啊 就更加的清晰了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在经济学中 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达到使一个人的近况变好 而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结果 是指什么呀 菲利普斯帕雷托改进 奥肯定律啊 然后自动稳定器 应该是什么呀 帕雷托改进啊 是属于啊 可以改进 没有达到最优状态 因为什么呀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吗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会使一个人的情况变好 而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啊 好 所以这个题答案应该选B 好我们接着来看市场失灵 刚才我们讲的市场效率 其实就是市场不失灵 但是刚才也讲了 这种市场效率呢 它是理论上的 理论上完全靠市场机制 这只看不见的手呢 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也就是可以达到市场效率 但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完全竞争状态是不存在的 刚才讲了 要实现市场效率 前提条件是什么呀 完全竞争状态 完全竞争状态当中的几个特点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市场上 有无数的买者卖者啊 当然这个呢 是可以存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企业生产的 就是所有企业生产的产品 是同质的 同质就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中 即使是农产品 它也是有差别的啊 虽然在经济学当中 说到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 它都是以农产品为例子 但它也只是说了 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 所以你看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呢 你像第二个特点 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假设就很难满足 另外呢 就是关于市场的信息 是完全流动的 也就是市场上任何一个买方和卖方 都能接收到关于产品的所有信息 并就这个信息呢 做出最理智的选择 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 你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呀 买的没有卖的经啊 你作为消费者 你永远没有那个 卖东西的啊 就是销售者经 因为什么呀 他掌握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嘛 所以像这个假定 它也是很难成立的 所以呢 完全竞争状态是不存在的 经济主体和市场运行机制呢 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帕雷托最优效率的实现 不具有现实性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 这种情况就被称作市场失灵 或者是市场失败 市场失灵也就是在这些假设前提 这个不稳定 这个叫什么呀 假设前提呢 它不存在 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 所以市场机制 它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 比如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时候呢 什么呀 这个资源呀 它不能各就各位发挥 各自最大的作用 产出最大的财富 有些资源在它的位置上 就在浪费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作用 好 看一下市场失灵的原因 首先这个原因 市场势力 市场残缺 市场功能缺失 是比较重要的啊 但是呢 从我往年考试当中 我就说这种大分类 就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这种大分类呢 往往考的不是很多 它考的是啥呢 这些小分类 你比如市场势力 它包含什么 市场残缺指的是什么 市场功能指的是什么 这个比较爱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势力呢 主要是指垄断和自然垄断 也就是什么呀 我们这里讲的第一个前提不存在 你不是要达到市场效率的话 前提或者假设条件就是什么呀 完全竞争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不存在 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存在垄断 或者是自然垄断 只要是垄断啊 就是市场势力 也就是市场当中有的企业呢 它是有势力的 它对价格定高定低呢 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呢 市场上所有的企业 它都是被动的接受市场形成的那个价格 你如果对这个价格有疑意的话 那你就别卖了 但是在垄断市场当中呢 垄断企业 它可以对这个市场价格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好 看一下形成的原因 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最终导致垄断 你比如说竞争来竞争去 那些小企业活不下去了 都推出市场了 那么整个市场当中就剩下这一个企业 那就形成了什么呀 垄断 第二是某些行业因自然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原因 天然具有垄断的特性 这种情形通常出现的公用事业部门 你比如说每个城市的这个供热呀 然后供水呀 污水处理呀 一般都是由一家企业来做 这个叫自然垄断 那背后的因素我们就不啰嗦了 我们要学的内容已经很多了 跟考试无关的 然后还比较难的 老师就不啰嗦了 然后再来看市场残缺 市场残缺呢 主要是指什么呢 像公共物品呀 外部性 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不存在的问题 也就是这些因素呢 会导致这个市场不存在 那市场不存在的话 自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了 你都没有市场 你怎么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呢 好 这里说一下啊 公共物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为什么会导致市场不存在呢 其实呢 我要讲的这块内容不是你考试的内容 是理解的内容 你要记住的是什么呀 市场残缺原因 或者说包括什么 包括公共物品 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 公共物品呢 其实就是公物 公物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 小区里的一个小公园 或者说整个城市的公园 这个公园它就是公物 也就是谁都可以来 那公物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不用交钱 你就可以享受 享受它 或者消费它 比如说那公园 哎建好了啊 你去 这是这个对公开放的啊 那么你可以不花钱 像这种产品 你说由单个企业 去生产现实吗 不现实 就靠市场当中的企业去生产 不可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生产出它以后 那么当 这个周边的居民 或说城市的 这个居民来玩的时候呢 没法收钱 那你不就让企业只赔本 你修工园里花钱吧 但是却没有收入 所以呢 靠企业来提供公共物品 是不现实的 所以靠企业提供公共物品啊 那么这个市场呢 它是不存在的 你靠企业提供公物品 那这个公共物品 它就没有了 没有人 没有企业说 我自己学雷锋 我自己花钱建公物 然后摆给别人用的 好 然后外部性 外部性指的是什么呢 外部性指的是 做好事 却没有得到回报 其实呢 公共物品 它就有这个特征 就是做了好事 但是 给别人带来了好处 却没有得到回报 我举的例子呢 比如说 冬天的时候呢 徐日老师的办公室 没有暖气 然后身处北方 特别冷 然后徐日老师呢 就自己花钱 买了一个这个取暖气 我这个取暖气啊 花了 比如说是五千块钱买的 然后呢 取暖气的效果特别好 不但徐日老师不爱动了 办公室其他人 也都不爱动了 但是其他人呢 他并没有因此 给徐日老师相应的回报 他们可能 有的啊 可能说 谢谢徐日老师 有的可能就 压根就 你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取暖吗 那我们捎带着 跟我们也没啥关系 他觉得 好像我还欠他的一样 可可能存在这种人啊 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徐日老师 还愿意花这五千块钱 买这个取暖气吗 我就不花了 啊 我自己买个什么 我自己都穿点啊 这个买个大皮裤的 大大皮鞋 穿上啊 好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关于这个取暖气的供给 就不存在了 但是 对这个取暖气 有需求吗 有啊 办公室其他人都 希望我买这个 但是他们没给我回报 那徐日老师 他就不买了 啊 所以这个市场呢 也就不存在了 供暖气就没有了 我不买了 啊 我做好事 给别人带来好处 却没有得到回报 长期以往 我心里失衡 我就不做好事了 啊 另外还有一个 信息不对称 啊 你比如说 企业呢 由于信息不对称 经常做出 错误的这个生产计划 啊 比如说市场呢 现在没有 对这个产品呢 没有需求了 结果大量生产 啊 市场有需求的时候呢 生产的又很少 所以长此以往呢 企业它是赔钱的 那么企业可能就 退出这个市场了 市场不存在了啊 好 就是因为 这三个原因啊 导致什么呀 市场不存在 这个要记住 好 然后再来看 第三个原因是 市场功能缺失 主要包括什么呢 分配不公平 也就是贫富差距大啊 经济波动 优质品和劣质品啊 这里老师给大家 标了颜色 原因是啥呢 原因是啊 他应该是优质品 和劣质品啊 优质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产品的价值呢 要高于消费者认可的价值 你比如说教育啊 医疗啊 像这些产品呢 他本身的价值是很高的 但是消费者给的价呢 是比较低的 你比如说教育啊 教育好了啊 那几代人的幸福 教育不好 会一生 但是我们在教育上花的钱呢 相对于他的这种影响来说呢 是比较低的啊 这个就叫优质品啊 然后劣质品呢 指的是什么呀 消费者给出的价值呢 要比他本身的价值高 你比如说烟草啊 酒 这些对身体都有害啊 按对按说啊 他应该是一文不值的啊 但是呢 哎 因为大家喜欢抽烟喝酒 那么给出的价值呢 就很高 这种属于什么呀 劣质品啊 这几个属于市场功能缺失啊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市场功能缺失形成的原因 市场呢 能够解决效率问题 但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所以会产生分配不公平 现实中的一些经济问题 并不是因为市场无法有效发挥功能造成的 即使它发挥了功能啊 对经济啊 进行了这个资源有效调配 那么也有可能产生不让人满意的结果啊 比如说经济波动呀 优质品劣质品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失灵导致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的 其实这几个表现呢 和这里是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 是不是跟这里是对应的 然后外部负效应啊 是外部性这里啊 然后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垄断啊 然后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不就是什么呀 经济波动嘛 啊 然后你比如说当这个短期 呃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 相交点 哎 小于长期供给曲线所在的那个均 呃 前代产出的时候 那就产生失业 这个是我们第一章讲的 大家回顾一下啊 区域经济不协调的问题 经济波动啊 然后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这些是公共物品啊 的相关内容啊 所以这块内容呢 我觉得你不用去背 你把这里搞清楚了啊 那这里在背的时候咋背呢 首先就是市场失灵的三大原因啊 虽然可能考的概率比较低 但是还得记清楚 然后呢 三大原因包含的 或说再分类 包括什么 垄断自然论断啊 市场残缺包括什么 市场功能缺失包括什么啊 要区分开啊 如果真考这个的话 你这个记清楚了 那么你再对应去选选项的话 也就出来了 所以这块啊 你不用特意去背啊 克服市场失灵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借助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 予以矫正和弥补 国家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 来加以调节 既要实现政府干预啊 实际上就讲了什么呀 政府出台相应政策的理论啊 或说逻辑关系在哪里 其实跟老师前面讲的啊 就是本章一开始的时候 讲的呢 是一回事啊 看一道单选题 公共物品属于市场失灵原因中的 A市场势力 B市场残缺 C市场排他 D市场功能缺失 应该是什么呀 市场残缺 也就是公共物品 它的属性呢 导致靠市场来提供这个产品呢 不可能 或说就市场上就不存在 提供这个产品的企业 那也就是市场缺失了呗 因为什么呀 因为企业生产它花成本 但是生产出来呢 没法找消费者要钱 因为是公物嘛 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消费 所以呢 它是属于市场残缺 法安全病 那我们刚才讲了市场失灵的一些原因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这些原因 首先来看一下公共物品和公共需要 什么是公共物品啊 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师常说的 大家要爱护公物啊 比如说老师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呢啊 全班只有就是上什么 数学课的时候 只有一个直脚板啊 这个直脚板对于全班同学来说 直脚尺啊 那就是公物呀 然后每个同学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用 这个就叫公物 公物对应的是什么呀 是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的熟悉 比如说许瑞老师身上穿的衣服 那就是许瑞老师自己的私人物品啊 然后你们家的房子啊 你有房产证啊 那就是你的私人物品啊 私人物品它有什么特征呢 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特征啊 所谓的竞争性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件衣服啊 这就许瑞老师的私人物品 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竞争性就体现在许瑞老师穿了它 别人就不能带穿它 别人如果想要一件一模一样的这件衣服 那就得重新花成本去做啊 重新买布料 重新雇人去做啊 这个叫竞争性 排他性指的是什么呢 哎你想穿它的话 你必须得花钱买 你不花钱买的话 你就不能穿 这个叫做排他性啊 既然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是对应的 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特征 那公共物品就具有什么呀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定义 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 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 怎么来理解这两段话呢 就是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 是指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出来 新增消费的额外成本为零 就是增加消费者数量 不需要额外增加生产成本 你比如说公园 公园就是一个公共物品 公园生产它 或者说建到它 花了200万 200万太少了 2000万 花了2000万建了一个公园 你进来10个人的成本 也是2000万 你进来11个人的成本 也是2000万 你进来100个人的成本 也是2000万 它不像老师刚才指的这个衣服 你一个人穿 那这件衣服的成本 比如说是200块钱 那么你两个人都想穿 那就得是400块钱 得多两件嘛 而公物 这个公共物品 或者公物 它不具有竞争性 也就是消费和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 好 再来看收益上的非排他性 指的是一些人想用公共物品 带来的历史 技术上很难将那些不愿付款者 排除在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 同时也可能形成免费搭车的现象 即免费享用公共物品的利益 好 刚才我们讲了私人物品 你想穿这件衣服 你就得花钱买 但是公共物品它具有什么呀 受益上的非排他性 你想享受这个公园带来的舒适愉悦的感觉 用花钱吗 不用 它是什么呀 受益上的非排他性 不用花钱 这就是这个受益上的非排他性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公共物品的分类 公共物品呢 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纯公共物品呢 国防指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比如说国防警察路灯灯塔 这些就具有什么呀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我们以这个国防为例来说 它具有非竞争性 也就是国防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国防花了几千亿 比如说花了两千亿 这个老师也没啥概念 花了两千亿 把国防都建好了 什么海陆空等等都建好了 建好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国家呢 它有五亿人 那么这个成本也是两千亿 你再出生一个孩子 他也是两千亿 你再出生十个孩子 他依然是两千亿 不会因为增加新的保护对象 那这时候的保护对象就是消费国防保护嘛 那么不会因为新增加一个保护对象呢 额外增加成本 也就是额外成本是零 好 再来看一下它的非排他性 我们知道建国防是要花钱的 这个钱呢 就是国家从私人部门 大家还记得私人部门是谁呢 是居民和企业 从私人部门手中以税收或行政收费等形式收走的财政收入来建国防 那有一个人他说啊 我那个啥 我我不交税 我基本上没有交过税 也没有给国家做过什么财政收入上的贡献 那是不是说这种情况下 咱比如说敌对国打了一个枪子 那咱就说把这枪子对上他吧 因为他没在国防上没有使劲 不是的啊 即使他没有使劲 也就是他没给钱 依然不能把他排除在外 这个叫做非排他性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纯公共物品 他的其他的特征 他具有非分割性 国防没有办法分割吧 你不能说这两千亿的这个国防啊 这个十块钱给他 二十块钱给他 不是的啊 是一体的 他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潜力下 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来享用 既包括物质方面 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公共服务啊 那么纯公共物品呢 一般由谁来提供呢 由政府来提供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他是由政府提供 因为他就有什么呀 非排他性啊 你不能把那些 不花钱的这个消费者给排除到外 所以如果由什么呀 由这个企业来提供的话 企业是要赔本的 所以企业他就不愿意提供 但是这些公物又不能不提供 你比如说国防警察 你不提供的话 那社会就乱了 所以还得提供 那谁来提供呢 政府来提供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准公共物品 是指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特征 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物品 它又分为自然垄断公共资源 这个自然垄断又包括学校医院 有线电视 不拥挤的收费道路 那么公共资源呢 包括草原森林矿造 野生动物拥挤的不收费道路 空气和水 好 重点来看一下它的特征 掌握了这个特征 这些例子啊 就清楚了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自然垄断 它说具有非竞争性 既然你是公共物品 虽然叫准公共物品 但是肯定也是具有公共物品的相应特征的啊 非竞争性 但又具有排他性的产品啊 这个准字准字的意思 其实就是不完全是公共物品 它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啊 那么它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什么呀 排他性上啊 好 我们以学校或者是医院啊 或者是像这个不用急的收费道路 其实都可以作为例子来给大家解释啊 我们就以这个学校为例来说吧 说它具有非竞争性 其实这里说非竞争性的时候呀 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 你比如说这个学校呢 有一万个学位 也就是可以容纳一万个学生 在一万个以内 比如说现在有9900个学生 你再多增加一个学生 它是不增加成本的 这体现了非竞争性 但超过了一万个学生的时候 你再多增加一个学生 那是不是得 最起码得再买一套桌衣板凳吗 所以这里的非竞争性呀 也不是那么的绝对 它是一定范围内 一定范围内呢 它具有非竞争性 主要体现它的排他性 也就是你上学不交学费能行吗 肯定得交啊 最起码伙食费你得交吧 即使是医务教育 你得自己掏伙食费吧 好 然后医院也是一定的道理呀 比如说医院能容纳一万个病人 那在一万个以内 你进来多少个都行 不会另外增加成本 但是超过一万个 肯定还是得增加成本 或者说人家就不收了 或者说这个学校啊 你超过一万个 那就不收了呗 主要体现 这个准字主要体现在排他性上 你上医院去看病 你说你不交医疗费能行吗 挂号费不交都不行 然后再来看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呢 是指具有竞争性 但又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 我们就以空气水来为例 就是具有非排他性啊 你比如说你每天吸气 你还需要这个什么呀 还得需要这个交钱吗 不需要 然后具有竞争性 也就是新增加一个消费者 得额外增加成本啊 这里要注意啊 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和拥挤的 不收费道路 它们分别是属于不同的准供物品 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呢 你看它是不是具有排他性 你得交钱你才能上去 然后不拥挤 哎 上在原来的 已经路上跑的这些车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辆 也不会额外增加成本啊 所以它是自然垄断 具有非竞争性 但是有排他性 那么拥挤的不收费道路 你不收费 那就具有什么呀 非排他性 不交钱也可以享受 但是它是拥挤的 原先这个路上一定有好多车了 你再增加新的车辆的话 那么会容易产生一些事故 所以要增加什么呀 对这条路的一个关注 比如说增加一些管理员 那是不是就得增加成本啊 所以这两个啊 这两个要注意区分 这个是比较爱考的哦 就是哪些属于自然垄断 哪些属于公共资源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 市场机制所能调节的主要是私人物品 也就是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对资源进行配置 主要配置的是什么呀 私人物品 单纯靠市场的调节 由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 通常不能使其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而使得这个产量低于所需要的数量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 所谓的非排他性就是消费者不花钱 就能够享受这个物品带来的服务 也就是存在搭便车 那你由私人部门自己花钱去生产这个公共物品 然后由消费者免费使用 那对于私人部门来说 他花了成本却没有收入 那他不赔本了吗 所以他就不愿意生产 所以这个产量就低于所需要的数量 没有人愿意生产 但是却有需要 大家都愿意不花钱去享受这个公共品品 那肯定需要是有的 但是呢企业不愿意生产 产量就低于所需要的数量 这个要注意 但是公共物品呢 它是全体老百姓又需要的 还是得生产 那由谁来生产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生产方式 由公共生产 私人生产 混合生产三种方式 公共生产呢 就是公共部门来生产 也就是由政府来生产 然后由政府向社会来提供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 纯公共物品 比如说国房 治安 这些就是由政府来生产的 那成本就由政府来承担呗 也就是财政拨款 好 然后呢 还可以由私人生产 这里的私人生产 指的是什么呢 生产的时候呀 由私人企业把它生产出来 但是生产出来以后呢 就像这个蛋糕啊 它是个公共物品 由私人蛋糕坊把它做出来 然后由政府部门买走 好 也就是由私人生产 然后私人这个政府呢 购入 然后向市场来提供 虽然生产是由私人部门生产的 但是提供的时候呢 还是由政府来提供的 你比如说 现在很多城市的供水呀 供暖呀 包括地下管道的建设呀 采用的都是PPP模式 PPP模式就是什么意思呢 由私人部门来出资建设 然后呢 政府部门花钱买回来提供给老百姓 当然这个模式是更加复杂了 老师就简单说一下啊 好 这种模式下呢 建立这个公共物品 或者说 这个这个构建这个公共物品的成本 由谁负担 政府来负担 就这两种方式呢 都是由政府负担的 第三种方式是混合生产 往往也抬取类似于市场产品的供应方式 既按某种价格标准 向消费者收费供应 在性质上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物品 比如说医疗保健就这些啊 它采用的是什么呀 混合生产 那么混合生产呢 由政府和受益的企业 或者是个人共同负担 你比如说你去医院看病 这个医疗保健呢 它属于准公共物品 它采用的是混合生产 政府呢 给你出一部分钱 你自己承担一部分钱 我们都有什么医疗保险啊 那你这个看病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是报销的嘛 那就是政府来承担这部分费用 当然你自己要承担部分费用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由谁来生产纯公共物品 是解决公共物品生产的一种交好的方法 谁来生产纯公共物品啊 你像国防啊 是个社会治安 那这个就是由政府来生产提供呗 所以这个题答案选C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草原属于物品中的纯公共物品 还是自然垄断的准公共物品 还是公共资源的准公共物品 还是私人物品 草原那不就是公共资源吗 所以这个题答案应该选的是C 公共资源的准公共物品 所以答案是C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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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